您好 欢迎收看3月1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今天是植树节 林务局今年的中枢植树仪式 第一次仪式到东台湾来举行地点 是在光复平地森林园区 总统府副秘书长姚仁多 会同了五院相关部会代表 在台九县新富大桥下植树建立生态廊道 同时也宣告国土生态绿色网络建制计划正式启动 光复乡西部国小环保文化兼具的开幕表演 揭开了林务局生态廊道植树系列活动 接着由部落投木杨德成以及祭司林郑志 以安美族传统技艺禁告祖林 为野生动物生态廊道的建制祈福过程庄严树木 植树节林务局一年一度中枢植树仪式 今天首度一时到东台湾 花莲光复乡平地森林园区新大副桥下来举办 总统府命厨长姚仁多率领中央五院 相关部会代表以及地方政府人员 在这片空地上种下了茄冬青钢栗 苦练以及月菊树兰等等的树种桥木 打造野生动物生态廊道的同时 也正式启动国土生态绿色网络建制计划 我们在旁边的这些土壤都是让大家能够一一的为我们前面的植株来共同来复土 那么刚才有为大家介绍过 今天呢我们所共同种植的都是原生树的植物 这个计划呢我们就希望说借由大门大附贞这个平地森林园区 中间我们规划了一个2.5公里长 大概有300到500公尺宽的这个绿带 预计作为重新把海岸山脉跟这个中央山脉 重新再缝合串联起来的生态廊道 在光复乡平山园区打造这一条生态绿廊 把中央与海岸山脉动植物的生活圈重新缝补串接起来 避免野生动物入杀的发生几率 而林务局长林华庆也进一步指出 接下来林务局也将会和交通部 水保局等各警官单位开始跨部会合作 在全台各地遍之野生动物安全网 符合当地环境原貌 恢复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记者石玉兰光复报道